持續要來關注就是中國白紙革命遍地烽火 整個發展到今天看起來 越來越像六四天安門事件 為什麼 今天就傳出了街頭居然已經出現的裝甲車 準備要鎮壓嗎 還有一個女孩她擋在警車前面 阻擋不給走 不禁讓人賞死了六四的坦克人 會不會今天裝甲明日坦克呢 白紙革命會不會進一步 逼迫習近平讓步 解除封控 全世界都在看 但是從美國國務院的最新緊急公告 警告在中國的美國公民 趕快備妥14天的生活必用的物資 是預期封控會再升級嗎 觀眾朋友 你一定要非常關注 中國大陸現在目前上演的白紙革命 因為這個事情很可能會 劇強哥一發不可收拾 我給你一張白紙 你給我一台坦克 怎麼會這樣呢 在徐州 這個影片是有的 導播直接給大家看 這個坦克直接從街頭呼嘯而過 這是真的吧 徐州街頭怎麼會去 然後大家算算那個方向等等 他是要去上海嗎 上海怎麼了 觀眾朋友看一下 因為白紙革命這麼幾天以下來 大家知道了 從入目前的火警 因為封控 因為死人 因為政府的盲撼 所以民眾有意見 我有意見我也沒有怎麼樣 我沒有要推倒政府 我沒有要叫誰下台 一開始沒有 我只是拿出一張白紙 我就要被壓制 你越壓制 我越反抗 而且白紙人都有 到處就會遍地開花 居然哥來看這個 禮拜天晚上6點鐘 居然有一個號召運動 在網路上面出現 剛剛那個坦克車 跟這個做結合 為什麼大家會懷疑 他要跑向上海 你注意看 在禮拜天27號的晚上6點鐘 他的行動目的 地點在上海的 黃埔區的人民大道200號 要幹嘛 他要衝進上海市政府 這裡是上海市政府 他要衝進上海市政府 而且他已經直接號召了 叫大家戴上能戴的武器 記得帽子 口罩戴好 不要迫出身分 然後我們衝進上海市政府 而且佔領了市政府以後 立刻成立新政府 宣布加入中華民國 所以現在上海市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我們憲法中華民國 那是屬於我們領土 這一呼應還得了 坦克車出動了 坦克車出動 大家沒有去集結 那就算了 如果去集結 真有數萬人 就在上海市政府 要衝進去的話 你說會不會重演天安門事件 好 導播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裝甲車 根據了解拍到的這個畫面現場 這真的是讓人覺得太敏感 這個是在江蘇的徐州 徐州繼續再走不遠 就要進上海 結果這些車是準備去嚴正以待嗎 跟剛剛我要給我們看到的 轉發網路上的這個召喚 11月27號下午6點鐘 要攻進上海市政府 到底有沒有因果關係 整個本來是無聲的 和平的白色紙張的革命 現在難道變成了 動搖國本的群眾運動嗎 胡錫進就立刻轉PRO 他說你看喔 這個是外國多地經驗 根本就在推特哪裡 自媒體到處轉發 各位國人同胞 這什麼意思 這是美國 這是外國在亂我們 所以我們不要參與 他完全忽略了 整個行動 有可能是大陸的民眾 因為對於這兩年多以來的封控 已經造成生活的不便 甚至在火災的時候 我也逃不出去死掉 而非常的希望 政府能夠做改變 回應他們就好了 沒有必要搞到魚死網破 你回頭再來看看 烏魯木齊的這把火 15樓高燒起來 叫天不應 叫地不靈 因為整棟樓 已經從8月封控到現在 8月封控到現在 安全門堵死鐵絲 完全動彈不得的情況之下 燒死至少10個人 整個打火線從這個地方開始 結果人民和平的訴求 你現在告訴我說 這個是外國勢力的 山陰風點鬼火 說得過去嗎 我現在直接給胡錫進 這個說法打一個差好了 因為不會有人相信 大家也不會就因此相信 我們這兩天還在講 世界被朱德塞有沒有 在中國大陸 因為大家喜歡看足球 轉球過程當中 觀眾其實還要打馬里斯克 為什麼俊翔哥 因為中國大陸民眾 現在目前風光非常的嚴格 但是其他國家的人 已經可以不戴口罩看球 他大陸會暴動 就把馬塞個起來 可是你今天 中國大陸民眾他有手機 他可以下載推特 他可以跳VPN 他看到很多國際上市 你看到台灣的節目 所以他就不會說 安瑜就是了解說 原來全世界只剩中國大陸在封控 這些事情他們會了解 了解以後就要拿出白紙 又要去抗議了 所以怎麼辦 那就讓你看不到好了 所以包含了在北京 上海 武漢 杭州跟鄭州 你注意看 這個民眾直接跟大家講說 小心 我在路上遇到了公安警察 他直接查我的身分證 查完之後立刻看手機 你看我手機幹嘛 我身分證給你看的 就是我 等等 你把手機給我看一下 有沒有Telegram 有沒有Instagram 有沒有Twitter 他給你查清清楚楚 因為這幾個都可以看到國際訊息 萬惡美帝的APP 不准存在你手機 所以不行 Twitter Telegram全部都不行 口頭刪除 警告你刪除 不刪除的話 可能就抓去公安派出所了 所以重點是在於說 現在中國大陸他企圖要把 國際的訊息給他封鎖 讓民眾不知道 可是俊翔哥 大陸有14億人 你今天只要有1000萬人 有100萬人 他知道了國際的訊息之後 他就會散佈出去 就會有不斷的各地的白紙 革命就要出來了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就很怕到時候政府採取 強制的壓制 但人民又不想被壓制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擦槍走火了 所以美國 他覺得這事態嚴重 美國的駐中使館 立刻就在昨天發布的聲明 他要僑民 你要注意好了 他們都認為可能產生 無可面對的這個暴動 所以要所有在美國的僑民 你們先備好相關的 這些物資跟存糧 14天 兩個禮拜 如果發生事情以後 美國的大使館會通知 你們都在家裡 不要出門 因為他們判斷 中國大陸有可能會出現暴動 好 我們看到了到底 習近平會不會因為 這遍地開花的白紙革命 而讓步讓整個封控稍有鬆解緩解 僅有傳出消息 他可能會退讓 但是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連日沒日沒夜的 被形容是沒人性的封控作為 現在傷人傷己 完全中錯了中國的經濟 人民有不平則民 不爽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其實在台灣的觀眾朋友 看節目就了解大陸的狀況 但有時候也給予一些同情 給予一些理解 可是你要想想看 就兩個在大陸的觀眾朋友 他已經兩年多次這個生活 因為這個疫情本來就應該 我說一個簡單的結論好了 因為大陸60歲 70歲 80歲 他長輩打疫苗打太少了 所以他不敢整個放開 我能理解 可是問題是 你不可能鎖住其他國家 已經解封的情形 怎麼辦 你可以知道說 他們所面對的痛苦 這是實實在在的 我先不要管封控好了 我講結論 因為這兩年的疫情 所造成的影響包含什麼 你看 包含了現在 我們台灣還好 大陸有些地方 像是這一個湖南 已經這兩天 準備要到零度這麼冷 這麼冷 零度就零度嗎 你穿衣服就好了 對不起 沒有衣服 怎麼可能沒衣服 對 因為這兩年疫情的關係 整個都受到影響 他根本沒有預寒的衣物 這兩年都被封控在那邊 他有的衣服根本也沒帶來 所以有1400位的學生 現在目前眼看著 已經降到零度了 沒有厚的衣服可以預寒 就即便家裡要寄進去 你也沒有快遞車輛 跟整個快遞業 他們也封控 他們也要核酸 所以根本沒有人來把衣服送進去 其實就讓他冷嗎 都沒想過封控竟然影響到 連冬天零度沒有衣服可以穿怎麼辦 只好上去那邊 去告訴大家 可不可以把你穿不到東西 倡議書 捐贈冬衣 避免這些學童凍死 這還得了 民眾直接受到影響 另外還有什麼 另外還有就是 因為這兩年的封控的關係 也造成很多經濟上的影響 像是這個Red Bush 他就去評估 大家知道鴻海鎮州廠 也因為有確診之後 整個亂成一團對不對 你亂的亂七八糟 整個他的宿舍東西 怎麼會丟下 好 現在又打又亂 又出走又要回家 這個鎮州廠的事件 我們先不講政治層面了 我直接講經濟層面 運翔哥你知道嗎 他因為這樣的關係 有可能會造成今年有900萬支 iPhone手機做不出來 那還得了 接待到年底是購物的 忘記 10%的全世界 全球 造成影響10% 那整個的公共量就受影響了 就因為他的風控政策 他早可以開放 他沒有 所以造成了經濟的影響 另外還有什麼 就是台灣其實也很多人 在用的小米 小米從來都只是 賺多賺少的問題 不過駿香哥今年的Q3 他賠錢了 第三季首次油煙轉虧 他虧啦 小米的Q3是直接虧 他第三季是完全 他最後的營收 跟他成本一扣完用 他居然虧錢 從來沒有虧過 虧了14.7億人民幣 大概台幣60幾億 為什麼 萊君大哥為什麼 他東西還是不錯 因為他是屬於中地 價位大會買 那你要買什麼 你都空空在家裡 你要買什麼 我都在家裡 我出不去 出去還要核酸 所以直接 根本就沒有人去買手機 風控出不去 結果風控居然把票房 也給封掉了 我們過去講說 你拍片沒票房 是你騙LINE 沒有 共鳴 不是 不管你怎麼拍 你都沒票房 中國大陸其實說實在 每次到了中秋春節的時候 電影院人山人海 光是一部電影就可能多少 我們台幣200多億的這個票房 現在沒有了 整個產業被擊垮 已經有好幾家 七間戲院直接申請破產了 為什麼 來 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不要以為沒有人看電影而已 俊翔哥 沒有電影可以放 影荒 因為這兩個不能拍 所以根本以如期來講的話 每一個月可能有十部電影 現在根本就抽不出來 所以第一個 影荒沒有電影可以播 第二個 不能去那邊看電影 那麼多人坐在那邊還得了嗎 還要做核酸 所以電影院受到了 將大衝擊的狀況之下 你要知道 現在全中國大陸 現在給大家看這個 不是故意跑去禮拜天拍 導播再給大家看一次 為什麼空空的 因為根本只有41% 4成的影城還勉強開張 另外6成的影城直接關電 我開了這個影城 我還要有冷氣空調 沒有人來看 我會陪死 所以整個中國電影產業 包含了硬體電影院 跟軟體電影都受到了衝擊 邀請您 一起加入五期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 挖 真 像